停回怎麼觀察美國一連串的回應 美國他其實現在最擔心的是說 怎麼來跟習近平的新政府來怎麼交往 怎麼交手應該是說怎麼交手 那因為你知道在7月底的時候 其實當時這個裴洛西準備 那時候準備要在台灣來訪問的時候 拜登跟習近平之間呢 要有一個視訊會議 當然後來也有了 但是是在裴洛西來之前 有一個視訊會議 本來習近平也認為說 拜登你可不可以有辦法阻止裴洛西到台灣來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 但是當那一次的視訊會議 其實也是千萬萬史出來 其實不是那麼順利的 所以一件事情就是說 中美在這疫情以來 其實兩邊的元首在相互溝通方面是非常困難 那我們再觀察到這六名常委 就除了習近平之外 六名常委當中 原則上基本上都沒有所謂的叫做美國經驗 就跟美國沒有真正的交手過的這樣的經驗 那唯一一個有可能的就是王滬寧 因為王滬寧曾經到美國去留學過 那所以美國為什麼會注意他 因為他在美國所留下的相關的紀錄 美國可能重新再開始審視 怎麼去面對這個人 但是你知道王滬寧他這個人很奇特 他當時離開復旦大學到中央去的時候 其實包含他自己的學生要跟他聯絡都聯絡不上 因為他跟所有的學生都切斷關係 他就是不要讓人家知道說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到底在做什麼 或者是攀親代父的攀關係 然後要求他協助進到中央去 所以王滬寧的這樣的一個斷絕 這個私生關係的這個做法 其實說真的 你說你美國要跟他去重啟什麼聯繫 也不容易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知道說美國 而且王滬寧另外一個特殊不容易 他侍奉三朝帝王 通常習近平這種人是不容易信任 他前任的領導重用的人 那以他這一個在二十大直接下架胡錦濤的手法這麼粗暴 可是他還能夠用胡錦濤曾經重用過的人 江澤民曾經用過的人 所以王滬寧的角色也非常的獨特 對 他曾經有出過一本書 全部大家都有 這其實蠻厚的 那後來來講的話 其實最重要是他能夠建構習近平 他這個意識形態的一個理論架構 所以他是一個理論師的概念 那習近平不得不用他 所以習近平講我將無我 但是習近平的腦袋就是王滬寧 但是王滬寧只能夠有腦袋跟靈魂 不能有手腳 不能有情緒朋友 不能有部隊 不能有班底 他什麼都不能有 他只忠於領導人 所以這是借殼上市嗎 這是王滬寧的腦借殼上市習近平 那習近平也借殼上市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現在也變成習家一國 所以你看他現在舉出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大旗 不管是說從意識形態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中美關係 中美之間的一個差一點有爆發可能 熱戰的可能性是在2001年的4月1號 EP3事件 結果後來呢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中美之間的軍事關係 就開始建構所謂的熱線 這個熱線不斷的一直在建構起來 結果在什麼時候全部中斷掉呢 就是這裴洛西來台灣之後 你看到包含連東部戰區的這個司令員 他本來是可以跟太平洋司令部就是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官 可以直接通電話的 結果現在全部都在那個時候全部中斷掉了 那什麼意思呢 就習近平根本就不想要讓他的官員跟美國的官員接觸嘛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用了這些常委不能接觸之外 另外你看到刻意的去用李尚福 未來可能擔任國防部部長 你一個被美國所制裁的一個軍人這樣的一個將領 結果未來要擔任國防部長 以後要跟美國奧斯汀國防部長見面嗎 你如果美國的奧斯汀國防部長要跟你尚福見面的話 那美國是不是破壞自己的規矩 你跟一個你被制裁的人 然後你跟他見面跟他握手 這個再傳出去整個國際形象來看的話 是什麼樣的樣子 所以你看到習近平故意在擺很多旗子 故意要搞美國 那因為他知道說美國在搞他 所以他現在在搞美國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中美關係回不去的原因是因為 除了中間沒有人可以幫忙之外 你包含像這個王岐山 王岐山本來是跟高盛集團是很不錯的 因為當初來講 各位知道2008年的時候金融危機 其實王岐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跟美國的華爾街的這些集團 以前這個中國還說在華爾街有人 那這個華爾街這邊說在中國有人 其實講的就是王岐山那一派的人 但現在也全部被整肅掉了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而且華爾街每天說美國要增加軍費 然後要準備跟中國熱戰 然後要跟中國脫鉤 所以華爾街也選邊站 所以你看到你在中國 來講的話這個領導人他們過往來講 在做任何的動作 做任何的事情的時候 都在釋放一些訊息 我舉個例子好了 1971年的時候 當時美國已經得到一些訊息說 毛澤東想要跟美國化解緊張關係 所以希望跟重新開始跟美國交往 但是他這個尼克森總統不信任美國 他不信任中國 他不知道毛澤東到底是玩真來玩假的 後來在1971年的時候呢 這個1970年1971年的時候 毛澤東刻意的把以前在延安時代的時候 寫了一本書的這個美國人叫史諾 這一個記者呢 邀請到天安門上面了 去參加他十月一號的國慶 然後國慶大典當中 一個毛澤東旁邊都站著一個美國人 這個畫面非常非常唐悟喔 但是問題是他刻意的要用通過這種方式 對美國釋放訊息 說我要跟美國交流 我要跟美國交往 那這個時候就是代表說整個政策全部翻盤了 全部轉過去了 但是當現在你看到把胡錦濤架走 然後把王岐山的人馬開始整肅 然後今天來講的話 又派了這些常委跟將軍們 全部都是要跟美國斷關係的 這時候你也看到一件事情 習近平準備要準備轉回來了 轉回來就當然回到毛澤東1970年代以前的 那些相關政策跟美國開始有隔閡的關係 那他也知道說我在面對美國的這種 不斷的施壓的情況之下 他基本上沒辦法跟美國對付 我怎麼辦 我只好閉關自首 這有點像以前康熙皇帝的時候 在針對這個實施海禁的時候 他不是實施海禁是封鎖台灣 他是把自己人民往後退25公里左右 是把自己關在自己家門口 我就不跟你交往 那這種做法當然說一定會有漏洞 一定會有漏網之魚 但是至少就可以看出習近平心裡在想的東西 就是說我先閉關自首 我不要跟你交往 那你要跟我做貿易是不是 好我們再來談 你要跟我做什麼事情 我們再來談 所以這些事情來講的話 現在美國正在觀察 而且在摸索到底新任的常委當中 或者是新任的這些將領當中 哪一個可以說得上話的 哪一個可以溝通的 如果不行的話 到最後只能像拜登跟習近平 比如說在G團體的會議 或者在APEC的會議 能夠有機會能夠見面的話 說上幾句話了 那這樣的結構就走得到了 三四十年前的美蘇冷戰的結構 沒錯就是走到那個結構 大家老死不相往來 那你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在做 當然中國可能知道美國在做什麼 但是因為那是開放的社會 但是美國反而不知道中國在做什麼 就有點像美國現在不知道 北韓到底內部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那可是中國是一個超大的北韓 習近平變成一個超大的金小胖 而且中國是一個有錢的北韓 那如果這樣的話 因為缺錢有的時候還希望別人給點錢 給點好處喔 中國會覺得沒關係 我餓死一堆人 反正呢我人多錢多 沒錯 就從我來講的話 他本身來講思維就是這種思維 他反正死多少老百姓都沒關係 對他來講的話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維護他的政權 那才是重點 那除了維護政權之外 對他來講 本身來講 你美國需要我的 他打定 賭定就是美國需要我 所以大家才會認為說 你習近平到底是不是有誤判 到底是人家你需要大家 還是大家需要你 這個其實才是目前來講 習近平的世界觀 他的國際觀 到底能夠符合未來的潮流 其實大家都忍著在看 好那我問你喔 所以從習近平的角度來講 這是一場長期的豪賭跟持久戰 但是習近平今年這一關 二十大就是過了 下一次呢 要挑戰他 正常情況下 他如果沒被暗殺 沒突然心臟病發 沒暴斃的話 二十一大 再五年 再五年 我認為他至少十年 我也認為除非他被暗殺 或者心臟病發 拜登有再五年嗎 我講這個話是很不禮貌囉 但是這是一個事實喔 再來 川普有再五年嗎 這也不禮貌 蔡英文頂多剩下一年半 所以後面誰跟他打交道 還很難說呢 對 現在習近平他就抓住 西方民主國家 你是有任期制的 我今天來講修調論期制的目的 就是說長期來跟你對抗 所以長期對抗的 我要穩定我的政權 然後長期對抗 除非是中國內部的問題 還有他自己本身的 狀況 健康狀況的問題 否則來講的話 他用長期的方式來跟你對抗 我記得以前 這個習近平曾經到 歐巴馬的那個 加州的莊園的時候 陽光莊園跟歐巴馬要談事情的時候 他跟歐巴馬講說 我們來建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中美關係 這時候歐巴馬跟他講一句話 我任期只剩下兩年 你告訴我說兩年代你中國要怎麼美國投資 所以對民主國家 後來到回來也搖搖頭 西西邊搖搖頭 所以民主國家來講話 沒辦法跟他建構所謂的長期戰略規劃 你看看前幾天 特拉斯四十五天的總理 四十五天我還多算他一天 有些人算四十四天 對不對 習老大這個十年 下個五年 下個十年 好 我們稍後回來